还有一个家长问说 我的背景是哪里的 我的背景是一个虚拟的照片 因为我老家来自福建 那里是山清水秀 所以我显得一个背后有山的风景 那今天阳光非常的明媚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星期天 又是母亲节 首先呢 我祝我们群里的所有的母亲们 节日快乐 那也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Ray这个卖码的招生官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接受offer以后的后续事项 因为从现在到9月份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做的 那Ray家里呢 有两个比较小的小宝宝 那也同样祝您的那个夫人 母亲节快乐会后帮我转达一下 她夫人也是我的一个下友 那我们就那个把 这个非常宝贵的时间 那个给Ray 由Ray来分享 我相信呢 因为我们最近大家接了 有很多人已经接了 已经在接offer或者是准备接offer 或者是说面临很多的选择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幸福快乐的一个纠结 那由Ray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卖码 卖码后面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无论是你今年申请的大学 接了offer 即使是不是卖码 是其他大学 或者说您现在是11年级的学生 9月份 因为我已经分享过了 我们今年的9月份 今年的那个大学申请提早到9月份了 然后明年也同样面临的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相信Ray的讲座 对我们都有那个很大的那个借鉴和参考的意义 那Ray我把这个做一个录音 因为后面我要整理一个微信文章 好吗 那有请Ray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的 没问题 谢谢王老师的介绍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用周末的时间过来 然后也祝咱们这个归室里面的所有的妈妈节日快乐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然后开始今天的这个介绍 这个信息呢 如果说大家是12年级 正好今天收到了我们卖马的offer 然后也打算秋季来卖马读书的话 那么这个信息是给大家准备的 如果像王老师说的 还有一部分的同学 现在可能是11年级 或者说更小一点 可能未来你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 那么今天这个讲座对大家来说 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性的这个认识就可以 让大家有一个让大家这个对于未来申请 然后还有这个流程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 我的名字叫做Ray 然后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 我是卖马国际招生官 目前负责的是加拿大境内的全部的国际学生申请 那么今天来我们讲座的可能大部分的同学 是在这个可能我们在我们加拿大境内也有一部分 可能已经回到国内了 无论怎么样 这个信息都是同样适用大家的 然后我们今天讲座的重点呢 也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一个提纲 首先呢就是像王老师说的很多的同学 可能现在面临这个一个多重的选择 那么同时收到了我们卖马的offer 然后可能也有其他学校的offer 那么今天呢我讲的这个角度会从我们学校的角度 会为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卖马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当然最后的选择全在大家 然后呢我会把接了卖马offer以后的事情都告诉大家 如果说后面我们这个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争取多留一点时间 然后来解答大家这个时候的问题 因为在一般来说每年在这个时间节点 大家在接offer之前在最后做这个最终决定之前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争取多留一些时间来答疑 那么这是今天的提纲 然后会讲一下这个学校的概况 然后后面呢是接下来几个月大家要做的事情 最主要的涉及就是这个大家生活方面 因为学习方面大家入学以后都会正常的开始进行 更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大家这个衣食住行 然后更多的是可能同学不仅是同学 而且是家长也非常关注的 然后包括这个选科呀 奖学金等等等等 然后女学报道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家里有两个小朋友 现在也起来了 希望大家 希望他们一会儿不要过来打扰我们 然后我们就快点进入今天的介绍 我们是麦克马瑟大学 加拿大的麦克马瑟大学 麦克马瑟大学 其实在昨天 这个周末的周六 我们刚刚举办了我们春季唯一一天的这个Open House 我们叫做May and Mac 那么昨天一天就有七千多人来到我们学校的校园里面 来这个参加这个Open House的活动 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今天来了 可能并没有昨天过来 那么我们也会有后续有一些Virtual的活动 包括各个这个Faculty 各个Program他们的讲座的这个录屏 然后还有很多关于学校的信息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包括很多这个Virtual Campus Tour 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我们学校呢 是建校于1887年 那么距今已经有136年的历史了 目前呢 我们学校在加拿大 这个加拿大国内的麦考林排名 麦克林排名 我们是连年排在伊伯雷大学的第四名的 然后在世界大学排名里面 我们是排在全世界的第85位 这是泰晤士高等教育 然后目前在学校在校人数 这个本科生我们是三万一千人的规模 然后包括留学生大概超过了四千五百名 然后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 这一只老鹰或者这个鸟的这个形象 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吉祥物 麦马呢 我们学校除了这个世界排名 还有加拿大本国的排名一直以来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势以外 其实我们在尤其是研究实力排名里面 每一年表现得都非常的好 我们在过去的五年里面有四年 我们都排在加拿大所有大学的第一名 那么这个呢 这一项排名是我们叫做research intensity 就是研究实力 这个呢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一个数据 三百六十九个million 是三点六九亿加币 这是我们2022年的收到的 刨除政府给公立性大学支出的 这个研究经费研究收入 那么平均到每一个参与研究课题的研究生 还有研究人员或者老师身上 平均的这个研究资金 我们在所有加拿大大学里面 是排在过去五年都排在第一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卖码是一所研究实力 非常注重研究 非常这个研究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学校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专业 其实在本科的时候 就提供给大家非常多的 就是参与研究课题 参与这个导师项目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卖码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这个无论是大家未来就业 或者升学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 那么卖码我们的位置呢 在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市的 City of Hamilton 大家可以在中间看到 有星号的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城市 距离多伦多以南一个小时 然后距离大瀑布 非常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也是一个小时 我们正好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汉密尔顿这个城市呢 因为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同样处在这个尼亚加拉断层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里也有一座山 就是我们汉密尔顿这个城市 是分山上和山下的 麦马呢我们在山下 然后我们的市中心 Duntout也在山下 但是我们麦马是在这个城市的西侧 并不在Duntout里面 然后因为这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落差 我自己本人我是住在山上的 很多很多这个人 包括也有一部分学生 也会住在山上 然后每天这个开车到校园里面 其实并不是很远 大概20分钟的时间 那么因为有这个落差 所以说就有大大小小的这个瀑布 超过120个 是小型到中型规模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城市 风景非常的好 每到周末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人 比如说从这个 尤其是从多伦多这个方向过来 来我们这里旅游 尤其是现在这个 也是天气非常的好 旅游的季节 所以这是一个 还是非常适合旅游的游览 游览的这个风景非常丧利的城市 然后呢 在这个图里 这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卖马的一个 我们汉密尔顿主校区的 一个服饰图 这是我们校园的一部分 三面是被这个绿色的 泽尔宝库区所包围的 然后远处有水的部分 还有右上角有水的部分 其实就是安纳略湖 然后还有梅赛图片里面的 另一侧 是我们临着汉密尔顿的主街 叫做main street 然后交通 乘坐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的校园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 我们并不在 城市的这个市中心里面 我们的校园呢 是只属于我们的学生 还有老师的 所以在这个校园里面 你无论是生活 还是在这里面 不行都非常的安全 你并不会看见很多 外来的车辆 外来的人 然后 所以说 这个校园呢 比较安静 也比较的 这个 也非常的安全 当然 它环境也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说大家有机会 未来来我们学校的话 我相信 几乎所有来的学生 都会认为我们的校园 非常的美丽 然后因为它就在湖边 所以说大家 课余时间 只要你花三到五分钟 你就可以走到湖边 然后你可以去休息 可以去玩 可以去玩水 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因为旁边都是自然保护区 也每一天 尤其是早上 清晨的时候 就非常多的小动物 都会来到我们 都会来到我们这个校园里面 比如说小鹿啊 比如说Turkey啊 这个松鼠啊 然后你住在学校宿舍里面 你早上下来吃早餐 或者说 去上课的路上 经常会看见小动物 和你一起去上课 这个还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这个和很多在城市里面的大学 是相比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 我就会按照这个月份 然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是我们五月份 然后一直到五六七八九月 入学中间这几个月 大家每个月 作为接了offer以后 要来卖马读书之前 所要准备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先从五月 到六月开始 因为我们今天 来听讲座的同学 我相信大部分 可能应该都是我们安省 修本省课程的同学 那么如果说大家修的是 我们安省的课程 那么图片上的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图上的这个 几个时间节点 是大家需要知道的 四月二十五号 是我们宿舍申请开放的日期 一直到六月一号截止 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住宿的话 因为今年我们对所有的国际学生 都是保证大家能够拿到 大一的住宿位置 所以说但是是需要额外申请的 如果说你想住宿的话 那么你需要去申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 你已经应该收到了我们的邮件 所以说如果说你还没有申请的话 六月一号之前记得去申请 六月一号这个时间节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尤其对我们101的这个申请人群体 因为呢 它是我们接受offer 确认offer的截止日期 也就是说你的offer 大部分同学的offer 都是到有效期 都是到六月一号的 六月一号之前 如果说你没有在OAC上确认 接受这个offer的话 那么你这个offer过了六月一号 就会失效 所以说你如果还考虑 来接受我们的offer 那么同样可能适用于 很多其他安省大学 那么如果你想确认的话 一定在六月一号之前 不要忘记 至少保证你确认 接受一个你手上最喜欢的offer 然后如果说你 六月一号也是宿舍申请的节日期 然后申请宿舍是需要付一个600加 600加币的押金 然后对于目前申请了我们语言课程 或者双录取课程的同学呢 那么无论我们有两个语言课程 一个叫Mail的 一个叫做Step 无论你被哪一个录取 其实你都还是有机会 继续考语言 然后转成直录的 秋季九月份就可以转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需要在六月十五号之前 你可以现在继续考语言 亚斯托弗多林国都可以继续考 你如果在六月十五号之前 能考到符合直录要求的语言程 你并发给我们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无条件的为你转直录 那这样的话 九月份开学的时候 你就直接可以到专业课 这个大一的学习了 所以这是三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 然后接下来呢 是学签 就是学习许可 Study Permit 大部分的同学 可能都已经在加拿大 读高中的话 可能大部分同学 已经有了加拿大的学签 那么到时候你就 Renew就可以了 直接去续签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你还没有 之前来过加拿大读书的话 从高中 从国内直接申请的话 那么你是需要尽快去申请 学习许可的Study Permit 而且申请学习许可 并不需要先交学费 学习许可有两类 一种是普通类的学习许可 一种是这个 我们叫做SDS的 就是快速通道的学习许可 那么申请快速通道 我们所有的中国同学都是可以的 这个SDS这一类的学习许可 那么申请SDS的学习许可 你是需要提前 交第一年的学费 再加上提供一万加币 这个存款的证明 叫做GIC的证明 然后同时你也需要满足 这个亚思的有一个要求 必须在这个小分都达到6.0 但是如果说你申请的是 我们普通类的签证 那么普通类的签证 你现在收到了我们offer 你可以开始申请吧 这个并不需要你等到 自己交第一年的学费 所以这个是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 大家需要去知道一下的 无论如何 你如果目前 你如果之前还没有来过加拿大 没有学习许可的话 我的建议是 大家尽早开始申请 如果说你还没有申请 现在尽早申请 因为有的时候学签会审批 会多花一些时间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延迟 去年我们就有一些延迟 今年暂时还没有这个情况 但是大家还是越早申请 会保自己在开学之前能拿到 这个是越稳妥的 然后下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在这个6月份需要知道的 因为6月份呢 我们需要涉及 刚才我们提到的 复速的申请 复速的申请呢 4月25号开始 6月1号截止 600块钱押金 这个我们刚才都说过 我们卖马今年的宿舍申请 这个具体的环节 还有流程有一些变化 往年呢 我们会因为我们卖马这里有 13个不同的校内的宿舍楼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房型 有单人间双人间 四人间三人间都有 然后呢 往年我们都是让大家 根据自己最喜欢的房型 在申请的时候 做一个这个意想性的排名 让大家这个去注明一下 你最喜欢的几种房型 那么今年呢 我们并没有这个要求 我们是统一把大家放到了 这个抽签的池子里 最后呢 根据一个公平的抽签的这个机制 然后给大家去分配房型 所以说大家在6月1号之前申请完以后 我们6月初到6月中 会开始这个抽签的这个流程 然后大概在6月20号左右 6月中下旬 靠近中下旬那个时间左右 然后会把这个抽签结果公布出来 这个时候呢 会要求大家 会请大家再回到这个宿舍申请的系统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会可以看到你抽中的一些房型 你可以在最后的那些房型里面 做一个最终的选择 那么我们卖码呢 我们从房型的角度呢 我们有这个很多种 一共有超过15种 那么我们这里最普遍的 其实是这个图片里面 最右边的这个 最左边的这个双人间 叫做traditional double room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室友 然后你们两个 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各有一张床 一张桌子 桌椅 还有一个衣柜 然后卫生间 然后还有这个客厅 都是在同一层楼里 和其他的同学公共使用的 然后也有不同形式的 这个双人间单人间 有可能你和你的这个邻居 然后中间会 像中间这两种的话 然后是在中间 你们会这个 少数几个人 会共同使用一个洗手间 然后右侧这两个 apartment style 还有suite style 也是我们其实非常 大家选择比较多的这个房型 这个呢是我们 你可以说这个是我们 这个大家所想象的 这种类似四室一厅 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房间 一个卧室 然后里面你的桌子 床都在里面 然后另外呢 你还有一个公共的客厅 然后这个客厅里面 最好的地方是 它有一个小的厨房 所以说在apartment style 还有suite style 你是可以去做饭的 那因为你可以去做饭 因为其他所有的房间 都没有你自己的厨房 你是不能做饭的 所以你需要订餐 那么分配到这个 能够做饭的这两个房型的话 那么你还是需要 你还是需要订餐 但是你可以订一个这个 价格相对便宜的meal plan 这个餐费 我们叫做reduce meal plan 因为你有一部分时间 你可能会做 然后有一部分时间 你会在学校的这个餐厅去吃 然后这是一个宿舍申请的 大概的一个流程 大家有个概念就好了 如果没有 还没有申请的话 大家可以在6月1号之前申请 那么第一年的话 如果说大家 因为今年所有的国际学生 我们都是有校内住宿床位的 我会强烈建议大家 在第一年考虑住在学校里面 因为第一年 尤其是我们国际学生 面临这个升学的压力 还有这个适应新环境的压力 往往会比较大 所以说建议大家 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然后不要把精力 花在这个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买菜做饭 等等等等 处理室友关系 还有处理这个外面找房子 这种事情上 所以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学习上 因为你住在学校里面 所以说你是非常安全 而且离你的教室 离你的这个图书馆 平时自习的图书馆 都是非常非常的近的 你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在路上 然后额外呢 你如果说在这个住宿 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 你也有这个我们CA的帮助 我们叫这个Community Advisor 就是住在同一层楼里的 类似宿舍管理员 他们会帮助大家解决 各种各样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宿舍 然后宿舍的费用 根据你住的房型不同 这个费用也会多多少少 有一些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这个2023年秋季 就是今年9月份 到明年4月份 一整个学年8个月的住宿费用 这个一般是在8000到9000加币 左右这样的一个范围 然后如果说有一部分同学 我就是不想选择住在校内 我想住在校外 我可能有我自己的这个同学 或者朋友 我想跟他们住在一起 住在校外也完全可以 因为住在校内并不是强制的 那么住在校外呢 我们学校周边有非常多的 不同类型的这个房源 比如说有house 大家可以每个人分租一个房间 然后和其他人一起合租一个 一个这个一个房子 我们叫做house 也可以住在公寓里面 或者住在这个apartment 或者condo里面 这些选择都是有的 然后我们的学校呢 也有一个官方网站 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校外的房源信息 这些房源都是我们验证过的 这个网站叫做off campus resource center 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这个房源信息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到网站上去看一下 然后住在校外的话 大家也不必太担心 因为我们会给所有的学生 一张免费的 哈密尔顿市的交通卡 所以说无论你住在 你只要住在哈密尔顿市里面 你就可以免费 每天乘坐公交去这个学校上课 因为我们很多的同学 我们也有一部分同学 住在downtown那边 相对来讲生活起来可能更靠近超市啊 然后更多的餐厅的选择 那么你也可以 当然可以住在那 然后你可以通过 坐这个公交 坐巴士 每天来到学校里面 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单程这个乘坐公交的时间 然后你如果住在学校周边的话 你非常方便的你走着去学校 不行1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 所以说住在校外 也完全都不是问题 呃 住宿 然后接下来是用餐 那么用餐呢 我们刚才说过住在第一年 如果住在校内的话 你是需要订餐的 住在校外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去买 买这个校内的用餐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刷信用卡 或者付这个 呃 或者在一些地方付现金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的meal plan 就是我们的餐费 我们的餐卡 是在我们学校 校内的18个用餐地点都可以使用 这个每一个用餐地点呢 都像一个这个美食广场一样 都像一个foodware一样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牌呀 还有不同的呃 用餐类型 大家可以选 然后实际就是一个呃 就是随吃随用 这么一个这个滑卡的机制 就是你先充值在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看下面 我们有四个根据这个啊 大家的饭量 其实是根据饭量 就是你可以提前充值充好的部分啊 我建议大部分同学 你都可以从最小的那个minimum开始 因为你不够的话 你随时是可以在里面充值的 然后这个你不仅你的饭卡 可以在学校里面用 你也还可以在学校周边的 16个连锁餐厅用 比如说你想吃披萨 你想吃炸鸡等等等等 都是在学校周边的这些餐厅里面 都是可以直接去刷我们的 饭卡的 我们的用餐选择也比较多 我们中国同学一般喜欢的这个中餐呀 奶茶呀 寒餐日餐 我们学校里面都是有的 所以说无论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西餐 无论你是只喜欢吃中餐还是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最后在学校里面 都能找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餐厅 然后接下来是选课 选课呢一般的时间是在7月 是在6月 应该说是在6月到7月的这个时间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一页上面有几个这个时间点 那么6月初 因为6月1号大家需要接offer 然后接完offer以后 在6月初的时候 往往我们就开始在网上公布 你所在的学院还有专业的这个选课的时间 因为我们会把每一个学院和专业的选课时间都这个 都这个就是排开 然后让大家不要在同一个时间节点去统一去这个选课 因为这样会会这个人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会把大家分散开 然后给每一个专业分配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让大家去选课 然后在6月中旬的时候 大家就逐步可以开始使用我们两个 对于选课非常有帮助的网站 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那么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效力 叫做undergraduate calendar 那么这一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我们卖码 所有的专业 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课程 那么在这个网站里 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你的 从大一到大四或者到这个后面 每一年你需要上的必修课 因为里面都是规定好了 然后你点击每一个课的话 那么你都会看到一个相应的这个课程介绍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课是不是你喜欢的 尤其是在挑选修课的时候 可能这个就非常有非常有帮助 这是第一个网站 第二个网站呢 叫做my timetable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帮你排课表的一个网站 然后你把你的信息输入进去 然后你的必修课就会在里面生成 然后你选一些这个选修课 就像加到购物车里面 这样呢 这个系统里面就会自动为你排一些课表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时间 因为每一节课可能在不同的时间都会 这个都会有选项 所以说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更习惯的时间 然后排一下你的课表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提前保存好 等正式开始选课的时候 在六月下旬或者七月初的时候 你直接在选课开放以后 你可以直接把之前保存好的课表直接提交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不用在开放的时候去限制选课了 然后七月到八月 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六月份 六月下旬可以完成的 然后七月到八月 还有一部分这个少量的几个事情 我快点给大家过一下 七月你是需要提交一个你的学生卡里面的照片 然后你需要去确认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 这样的话从你选完课以后 你的身份就是从现在的申请人 我们叫做applicant 就转成了我们的叫做current student 就变成了再读的学生 这个身份的状态是在七月份转变的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会有卖码的 你的学生的邮箱就是这个后缀是跟我一样 makemaster.ca 这个后缀的邮箱 然后呢七月到八月 其实从五月份我们就陆续开始了 我们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部门 尤其是针对这个国际学生的 我们的国际学生服务部 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讲座 然后这个workshop 然后会针对各个的主题 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 比如说时速等等等等选课 他们都会每一个单独开一起讲座 专门给大家去介绍 非常详细的介绍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 夏天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听一下他们的讲座 然后对于很多同学 夏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说大家目前还就读高中的话 那么大家收到的offer一定都是有条件的 一定都是有condition的 你是需要去确保你能达标每一项condition 每一项这个条件你都是可以符合条件的 然后所以最后去clear your condition 我们叫做这是clear condition 101的申请人 这个clear condition的截止日期是在6月30号 那么如果说你是105的同学 你是非安省的同学 那么你的这个截止期是在8月1号 然后不要忘记 你需要告诉你的学校 把你的最终的成绩单 直接请学校来发给我们 这个是然后所以说 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官方的成绩单 就是所有的成绩单 或者文件都是需要官方的这个发放机构 直接寄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section是 想这个费用 还有剩下的奖学金 还有工作的一些机会等等 然后缴费 这个也是大家夏天 一直到入学之前的 9月9月下旬的一段时间 需要知道的事情 那么缴费 我们每年固定的这个缴费的时间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是9月25号 所以说呢 其实大家只要在9月25号之前 付你的学费 还有其他的这个额外的这个杂费 就可以了 除非你办SDS签证 你需要提前付了一年的学费 然后把这个材料 把这个学校拿的receipt 去提交放到你 申请签证的申请学习许可的这个 这个材料里面 除非这种情况 否则你是可以 完全可以等到9月份 在交学费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根据你读的这个专业 还有学院 你最后拿到学位的不同 你的学费也有多不同 那么这个呢 最终的学费都是在选课以后 你会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看到 如果说你打算提前交学费 比如说现在5月6月 你就想交费的话 也完全没有问题 你到我们的这个学校网站 我们有一个cost estimator 它会有一个每一年 每一个专业学费的估算 你可以先按照那个费用去交费 然后呢 等到9月份的时候 如果有差价的话 你再补个差价就可以了 我再补个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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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补个差价